您看一下 我们在Total这张资料表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叫做新北市 新北市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第一季 它的值是多少 第二季是多少 第三季是多少 第四季是多少 对不对 这几个是我重点 我想要得到的数据 例如说在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 你会怎么样去做这件事 因为我现在我只要去计算 然后顺便把它加总起来 所以这边就会变成 现在到一个小小问题 就是说 以前你的做法一定就是 我到一百年这边 先去找到新北市 再接下来这是 是户数的小计 选到这一格 然后复制它 贴到这边 然后贴上 请问是不是这样做 这边有二十二个县市 这边除了一百年 二十二个县市 一百零一年难道就不做了 哇 如果长官他要我 要我去算 一百年到一百零五年 没关系 什么都没有 就是时间多 我可以放弃家人 可以吗 不好笑 好 这个时候 您的一通电话 很重要 至少要打来问 问老师 有没有什么求救的方法 怎么做这件事 我们说 假设我今天我要做 这个一百 我们先不管 至少这一个我要出现 新北市 所以呢 我可以用什么方式 去这边找 当然就是用搜寻的方式 搜寻 我教各位的一个方法 就是 常用底下的寻找 寻找 寻找什么 新北市 找到新北市之后 找下一个 因为这里面 只有一个新北市 然后 找到之后呢 我是不是要往右 一 二 然后去复制起来 复制是不是就是 常用底下的 复制 接下来呢 切换回去到 Total 到这一格嘛 去进行贴上 贴完之后呢 往右移动一格 然后 回到这个 一百年这边 回到这一百年这张工作表 因为刚刚已经找过新北市嘛 所以你就要开始在往右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六 是不是选到这一格了 一样去做 复制 这是第二季 底的 加户数嘛 低收入 加户数 然后呢 放到Total 贴上 对不起 贴上才对 贴完之后呢 再往右移动一格 回到一百年 这边呢 要往右 一二三四五六 又是六格 这都固定的 可以吗 因为 台北市算完 你是不是下次要搜寻什么 下一个 下一个 新北市算完 是不是要算台北市 对不对 一样的一个动作 找到台北市之后 先往右移动两格 复制 然后贴上 我们现在就来做这件事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方便 简单 快速去做完 不然你一个一个 在那边找 请问你 那是不是很浪费时间 而且 就算你花了四格小时 帮我找出来 你觉得我敢去 拿去做分析吗 你敢吗 我花了四格小时哦 两眼 已经 真的已经 就是很黑很黑了 好 那你觉得 这样子做出来 可能会有很多错误 你要去用这样子的资料吗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怎么做到这件事 我就先把游标移到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因为我现在要去做一百年嘛 我现在要去做一百年 能不能快速的先切换到一百年 我想应该是可以的 不过我们先不做那件事 我们就先简单的先去做 收集一百年 台北市 这应该是什么 收集一百年的 新北市 对不对 第一件 第二个好像是台北市嘛 好 我就先象征性的做出几个好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哦 首先 开发人员以相对位置录制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 用 录制聚集的方式 例如说 这个就叫做 收集资料 一 然后 确定 接下来呢 滑鼠右键 超连结 这份文件中的一百年 确定 滑鼠右键 点选一百年 然后开启超连结 接下来在这里面 我要去搜寻什么 常用 寻找 寻找 寻找什么呢 新北市 关闭 找到了 找到新北市 往右移动一格 往右移动一格 然后 常用底下的 复制 接下来呢 回到哪里 回到 total 在这个地方呢 往右 移动两格 去做 贴上 然后接下来 这时候 往右移动一格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呢 点回去 一百年 这张工作表 往右移动 到这里 复制 点回去 total 贴上 然后往右移动一格 接下来呢 点回去一百 往右移动 六格 然后 复制 点total 贴上 贴上 往右移动一格 点回去一百年 往右移动 六格 然后去做 复制 点回去total 去做 贴上 完毕之后呢 这边完毕之后 是不是 要点它 整个结束 现在就结束了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就直接点选什么 开发人员 停止录制 就是我刚把 台北市 做完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 是不是会有 我刚把新北市 做完 接下来是不是 要做台北市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开发人员聚集 我们的收集资料 编辑 您觉不觉得 最简单的一个做法 把这一段的城市码 整个复制一遍 只要把 新北市改成台北市 是不是就做完了 我们来看一看 是不是真的这样 但是请你注意哦 以后 我不可能是这样子来去做 我只要把这个 新北市 是不是指定它 去指定我一个list清单就好了 我先把 这一段应该叫做 新北市 那个 呃 低 户 数 低收户数 的一个资料收集 那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想要去做什么 接下来我想要去做 台北市 贴上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把新北市改成台北 然后把这个新北改成台北 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改 不用 因为相对位置就是有这个好处 重点是他找到 找到之后他去抠资料 您看一下哦 当我现在 我把 这几格删掉 对不对 现在不做 这件事情也可以 可是你应该知道 就是说 到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 把它去跟工作表之间 配取起来 透过一个叫 active sell 点value 就可以串接起来 哪里要改啊 顺便讲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 现在刚好都是一百年了 这一个 也是一百年 对不对 好 所以 现在可以不敢 去集 收集资料 现在没有嘛 对不对 现在是不是台北市 新北市都没有资料哦 执行 快不快 还需要一个一个资料在那边复制 好不容易先在那边找 找了老半天 你还要在什么 看一看说 资料对不对 我现在光是教你这一招 有没有很快的 在一 就是如果你做完一百年 你是不是再去做一百零一年 我们先不求 你要整个都了解 至少 你真的回去 已经可以 把那几个动作录制起来 然后就可以把很多的重复性工作整个解决掉了 再加一个好了啦 例如说一百年的什么 刚刚这边其实我好像有新北 其实无所谓啦 其实无所谓 假设我们今天就做五个好了 五个线 不对 假设我们今天只要做那个六都的比较嘛 对不对 请问您一下 我们台北市要跟 至少要跟高雄市来比 你跟花莲比 我觉得就不太公平 是不是应该站在一个 大家都是直辖市的城市来去做比较 也就是说 我只比什么 哪六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新北台北 高雄市 桃园市 台中市 还有台南市 好 你看 我现在是不是要去收集 这几个城市 然后接下来呢 我要把我的聚集资料呢 修改一下 刚刚这边是不是新北市 所以到这个地方 至少 至少 你看 我这边去做一下 这个是什么城市 假设这是 桃园市 桃 桃园市 台中市 台中市 台南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高雄市 好,关掉了 然后接下来聚集 收集资料 执行 回家 做完了 你还需要加班吗 你还需要加班吗 你们怎么了 所以可以了解 在工作上面 你们应该有这个需求吧 就是我根本就不需要 把22个限制我全部都找出来 可是在这资料总表里面 怎么找 你以前用肉眼找 你用肉眼找也是重复性的工作 你们说是不是 我们一天的工作 一天的工作应该大概花了一半时间在找 现在自动用Excel VBA 帮你找 你们说这样子工作效率 大幅提升 这样是不是对你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好 所以这就请你们回去 真的 请你们回去来去做 在做什么呢 这边不是要101年吗 真的我要告诉你 在简短的再写一下开发人员聚集 现在这边是不是100年 记得哦 100年 那假设你写一个负回圈好了 好 就是从100年执行完再执行101年 再执行102年 不就是这样子吗 只是这个地方你要改成什么 ActiveCell.Value 还有哪里要改 其实我连这个 我就觉得六多嘛 我写六个 这个寻找 然后把那几个抓出来 其实都可以改写成一个 我说的是真的啦 就是看你要怎么样用负回圈来写 我们现在不能要求你 要写到很好程式 但至少 你要先写出来 你写出来我们才能跟你继续往后谈 好了 那这个部分 自动收集资料 我想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我就把这个范例给你们 你们回家的时候再练习一下好了 重新再做这件事 好